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场表演起功 一名小伙将手放到另一个人头上 大师运了一会儿功 之后轻轻将手放在另一人手上 接着小伙露出了痛苦的表情 一下就被反弹开了 据说这个功夫叫做隔山打牛 大师精通借力打力 两名肌肉小伙摆好姿势 大师缓缓靠近 轻轻将手放上 接着另一名小伙就僵硬的摔在地上 好像是中招了一般 他的一指缠功夫 出神入化 仅仅靠一根手指就能摔倒一个人 大师是如何一打三的呢 三人摆好姿势 大师发动攻击 接着小伙就被弹了出去 还在地上转了一个圈 另外两个小伙也没占到便宜 大师轻轻一挥手 三个摆好防御姿势的肌肉小伙接着倒地 随便一用力 小伙就被摔出极米圆 第一面很硬 难道他们摔得不疼吗 每当大师发完功 周围都会响起热烈的掌声 这是对大师的肯定 怎么样 观众朋友们觉得大师的功力如何 不过咱们看看就好了 平时还是多参加体育锻炼 做一些正常的活动为好 好了 本期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欢迎关注杰文视野 我们下期再见